《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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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各位 今天我们看到《徒书》《徒书》这一段 有关耶路撒冷众圣徒凡物公用的事情 那么对这个凡物公用的这个事件 很多信徒有很多自己的看法 那么有些人说这是初代教会很特别的时候的一个做法 我们现代教会也不需要这么做 这样说的时候很多人没有问自己的良心 是否在奉献与捐助的事上有无愧的良心 另外也有些人跑到有些极端 他们说 主耶稣快来了 所以我们要学《徒书》《徒书》这群众圣徒这样 要凡物公用 然后把房子 家产全部都是卖了 然后自己有的卖了 把一切就是奉献给教会 然后大家来住在一个地方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记得我好几年前到悉尼开特会的时候 当中在问题解答的时候 一个当地华人教会的姐妹 她就举手就问 牧师有没有听过这个逃城的运动 逃城 我说逃城这个字我有听说过 什么运动我不知道 各位读旧约都知道逃城 一个人误杀了人之后 以色列里面有六个城市 能够逃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你是误杀的 所以你一直留在那个逃城里面 一直到大祭司长 他就离世 你就出来很自由的 你的生命能够得保护 这样的一个概念 姐妹说 不是 牧师说 逃城是什么 现在这个末世时代非常危险 我们要去到逃城 所以 叫弟兄姐妹 把自己的产业 全部就是奉献给教会 然后教会在一个地区买房子 买很多的 我们都搬到那个地区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彼此相顾 然后这样的生活 这个是胡说八道的教导 很多这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教会 我跟各位说 这是现今教会 很离谱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离谱的教导 然后有人会去信 要跟从这样的道理也不少 有些人滥用圣经 然后就注入一些惧怕给人 人听了好像是符合圣经所讲的 然后就这样服从 很多的异端极端都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我们尤其是在看到这样的经文 我们两方面都要思考 这是现代教会完全不应该有的事情吗 或者也是有没有想到 有一些人也滥用这处经文 所以我们先问 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会出现在教会里面 其实最根本的说法就是 因为我们人和金钱的关系出现问题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确实我们很多信徒都在奉献和捐助的事上 有所欠缺之处 原来神将钱赐给我们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工具而已 我们主耶稣亲口说 你们要用这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人用来犯罪的这个钱就看得这么重 这个钱暂时用为福音的缘故 你懂得使用 你懂得管理 这个成为你永远的冠冕 这个钱在地上 人都看得很重要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知道 这只是一个用途 也给我们有个暂时的方便 但是很多人把钱抓得紧紧的 占为己有 甚至为了一点点钱不来教会 然后一直想挣更多的钱 叫自己的生命被很多的愁苦吃斗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话 为什么呢 人做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动机的 它里面的中心理念是什么 因为他把钱当作保障 他把钱当作一种权利 有钱就能说话 原来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我们把它的位置提升到 比人的生命更高的那个地步 原来我们是应该 人的生命应该依靠神 听从神来用这个钱 用这个工具 现在把它当作神 把它当作给我保障 给我安全的 甚至把它用来成为一种的能力 你越用钱为能力 你就越不懂圣灵的能力 你用钱来使唤人 来叫事情 什么都能做的 只要有钱就可以做 人的心有没有回转 有没有真心 没有考虑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说 钱很多东西不能买的 但是最不能买的就是人心里面的东西来的 所以人的感情 你用钱买已经不是感情 对不对 人不是真正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的钱来跟你在一起 随便呵护你一下 因为你有钱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把这个搞 一直要用钱来得益处的人 他的思想是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没有智慧 因为智商慢慢变成灵弹 为什么 因为有外在的东西 看的都是外在的能力 不明白属灵的能力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探讨这个使徒行传 凡物功用是不是圣经的原则呢 我们先要在钱财上 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好管家 大家问自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就是献给主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在二十三十年前 美国教会 西方美国教会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去教会的人 不到百分之五的人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 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很忠心的献给主的教会 献给神 我自己在东方教会的一个统计上 我找不到 因为没有这样的东方的中国 新加坡亚洲找不到 我自己是一个这么多年以来 到处去宣教牧养教会 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自己有时候问一下 统计一下 我真的发现在教会里面 真正很认真很忠心的 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的信徒 其实在教会里面通常不到百分之三十 不到百分之三十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 有很多的小教会是很辛苦的 传道人是很辛苦的 但是在另外一个极端 有些大教会 钱多的不得了 传道人在这样的教会 他们很有手段 很有方法把人引进进来教会 然后促使人 然后鼓舞人 你奉献 你奉献 上帝会加给你 我们奉献等候一个神迹 Pray for a miracle 这种观念 这种教导 在众教会 现在越来越圣性 很多教会都学 因为 谁不要神迹 所以有这样的牧师 这样一做的时候 几个million 几百万 一个聚会里面 能够收得到的话 你就慢慢发现 慢慢很多人就这样做 各位 这样做的时候 教会的钱很多 对不对 也不知道要用在哪里 所以你就会发现 教会就出现一种现象 这些钱我们哪来投资 哪来买房地产 哪来买股票 然后有些教会买了房地产 开开心心 你看这个房地产起 然后等一下 很奇怪的 教会分裂 教会分裂 就因那个房地产来吵架 这个是属于谁的 这是非常羞辱主的名的事情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这是一个实况 在教会界里面 因为人的软弱 因为信徒 因为教会 没有遵照圣经的原则 没有好好的管理钱 也没有好好的面对 钱财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我们多得就是好 多得就是这样好 每次就是要鼓舞信徒奉献 然后你会看到整体教会的大趋势 有一个不平 穷的教会就很穷 有钱的教会就很有钱 所以这个现象 不平 un equal 不是只有在社会贫富之差的问题 甚至在教会界整体看也是这样 有些牧师是有钱到 他是开Mercedes Benz 然后住condominium 住这个private property 大洋房 这样的 信徒们说 这个好 我的牧师这样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是蒙恩的 我们让神的仆人有过好日子 但是他没有问 有些教会 牧师每一个月的薪资要糊口都难 要探访 辛辛苦苦的搭车搭地铁 搭车好不容易半天的时间才看一个人 这样做 然后说 神的仆人嘛 你应该要这样 也有这样的光景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贫富差距很大 但是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 今天我们看见 当教会在福音兴盛的时候 这个不平的问题就解除 圣经说在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人 没有一个有太多 没有一个有太缺乏 在教会的建立福音的广传里面 每一个信徒基本的需要就是被照顾得到 所以很多教会穷也不够 其实正确来讲 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太多太多很贫穷的信徒 其实神的恩典总是够用 乃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信徒在管理钱财奉献的事上 没有忠心 但是使徒行传今天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画面 也是非常蒙恩的一幕 就是大家凡物公用 各位我们来思想先那个精神的方面 为什么使徒信传初代教会耶路撒冷信徒能够这样做 他们的精神在哪里 每次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他们整个的心境 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做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 首先第一 这个绝对不是来自人的一种慷慨 各位你们懂 人的慷慨是好像大慈善家 看到这样的人 这样贫穷 这个孩子没东西吃 没有关系 我就卖了我的产业 然后捐助 然后这样 看到能够造福人全 心里面很开心 各位 这个不是上帝讲的 这样的心态做的 其实无形当中好像高举人 好像你自己的人德 自己的美德 虽然这个世界的确有这样做的人 但是在这么蒙恩的教会里面 他们所做的事 绝对不是出于人的慷慨 第二 也绝对不是出于人的压力 各位 这个压力 我跟各位说 尤其是看到旁边的人 你也奉献 他也奉献 这个奉献一百万 那个两百万 我也不要输 有三百万 这样奉献的时候 你就发现变成一种比赛 变成一种虚荣之心 反而你会受试探 所以下一个礼拜 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撒菲拉 他们 其实某方面来讲是他们的虚荣 他们受到压力 要得人的称赞 他们也这样做 最后他们欺哄圣灵 倒闭在地 对不对 那个是我们下周我们才看 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上帝所写的 是心甘乐意的奉献 绝对不是一种受压力之心 来奉献 那么各位 我们说到 那真正的奉献 真正的奉献 献上有没有代价 绝对有的 对不对 有代价的 我做基督徒三十四年 我就知道 其实真正的奉献 有时候你奉献到一个地步 你有一点心痛 大卫在买那个亚劳拿的地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那个地 后来要成为一个圣殿 你们都知道 他讲了一个很著名的话 他要买的时候 亚劳拿说 王啊 你要的话 你哪去 我免费送给你 他说No 不会 我不肯用白德之物 来将番祭献给耶和华 这句经文是大家都说 I will not offer anything that cost me nothing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真正的奉献是有代价的 是有心痛的 是有挣扎 然后最后很清楚的 知道这是属于神的 有献给主 初代教会 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天产家卖了 然后把赢家拿到使徒的交钱 然后使徒按着人的需要分给个人 这是一定有他的代价 也一定信徒这么做的时候有挣扎 但是心里乐意这么做 那么你说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都将自己一切所有的当作是属于主的 所以既然是属于主的 从主得就听从主而使用 所以那个重点在哪里 那个重点不是说 你又没有今天卖你的屋子卖你的车子来奉献 每次教会听到这种见证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讲这种东西 重点不是这个 你的心要对 现在不是你卖屋子 我拿出钱来奉献 很伟大那个东西 现在是什么 你的一切是不是属于主的 重点是基督教的开始 是你把生命的主权献给主 对不对 当你把生命的主权献给主的意思是什么 你的以撒献给主 你的以撒 不是你的以斯玛利 从那时候起不但是钱 你的一切的钱 你的时间 你的财干 你的恩赐 你的关系 一切的一切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 从主得也归给主的 都是属于主的 所以全所有奉献 每次这样讲 对不对 我们每次唱那首歌 等一下再唱多一次 全所有奉献的 唱得很爽 那个东西 对不对 但是那个意思是什么 我跟各位说 圣灵的工作是很简单的 当你讲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 圣灵在你的心中做主 自动的 那个基本的理念是 我的一切是属于主的 这个是圣灵很单纯的 在圣徒身上的做工 上帝知道你全部奉献了 你今天没有饭吃了 上帝不会这样做的 你放心 你们明白吗 我现在看人这样做 全部拿来奉献的 也是一种极端 你们明白吗 你要听从主而使用 有时候神没有教你奉献 有时候神教你要奉献 你要奉献 对不对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生命主权给主 但是其实 对自己生命有价值的东西收下来 对自己生命不是这么尊贵的 然后奉献 这个是把你的以斯玛列献给主 这种观念其实不是圣灵公主 所以在教会里面 你看到很多人奉献 他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多余里面奉献 没有尊教上帝所说的 你应该怎么奉献 为什么奉献 你的当那应该要怎样奉献 这个没有清楚的受到圣经原则的教导 所以大家 我们要做的时候 在对钱财的事上 捐助的事 奉献的事 一定要遵照圣灵的意思 有圣经有原则 告诉你怎么遵照圣灵的意思 以诚实的心 甘心乐意的将自己所有的献上 这样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显明在初代教会 圣徒的心中 他们实际的举动 我们都看到 我们就说一起打开 十字经章第四章好吗 十字经章第四章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这里说 许多信的人都是 什么 我们一起读这出经文 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 都是大家共用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单单这一句话 你会想 现在的教会哪里有这样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经文你一看的时候 你又看两样东西 一个是大家对彼此的心 大家的一心一意 带来的什么 他们对物质的心态 你们要明白 一定有价值观念的 什么样的心 促使怎样的心 对不对 我们一心一意先强调 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 他们之间在主里面的合一 然后促使他们凡物共用 各位首先我们先问 什么能够叫人同心合一 对不对 因为同样兴趣 通常人家是喜欢打球 以前我喜欢打篮球 打篮球 去篮球场就很多同心合一的人 但是我来到一个地步 有些人上班 有些人有自己的事 就没有了 那个叫acquaintance 曾经在篮球场交的朋友玩了 但是现在使徒行传讲 这是永远的一个关系 这同心合一 各位注意听那个重点在哪里 圣经讲的是同心合一 不是没守成规 各位了解吗 换句话说 现在大家做这件事情 一个中心是因合一而做 不是因统一而做 各位这句话你们一定要分清楚 什么叫合一 什么叫统一 合一叫unity 统一叫conformity 他们都是被圣灵感动而做的 这个叫合一 不是有一个组织力量强加下来 你们都要奉献 全部都要拿出来 然后规定大家一致 这个叫统一 所以曾经卡尔马克斯 我们都知道马克斯 他就利用这出经文 来发展他的马克斯思想 对不对 我们读政治的人 叫political ideology 这个马克斯 一个政治理念 然后当这个政治理念 马克斯成为一个political system 一个政治制度的时候 这个叫共产主义 共产 这个为什么叫共产 因为共产 共用的产物 我们大家一起来 每一个人都拿出来 然后国家 然后来评分这一切 所以这个是一个统一性的观念来的 各位 统一跟合一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很多教会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 你传什么福音才能叫大家合一 大家都看到价值 都自愿得住 这个叫合一 来 我们大家一起 好像给大家一种群众力量压力 来 我们大家一起讲方言圣力充满 不喜欢讲的 旁边的人也讲 你自己也讲几句 对不对 一个统一的一种力量在压制人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 我们要分清楚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吸引人 改变人 说服人 叫人 心甘乐意 合一的心 一心一意 来这样做的事情 世界的历史告诉我们 一个重要的东西 每次这个世界有统一性的事情 一发生的时候 跟着来的一定是悲剧的 你看巴别塔 我们来 造成 造塔 塔顶 这是一种统一性的力量 对不对 我们华人历史 秦始王 是统一整个中国 对不对 他要这样做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他做的一件好事 就是统一那个文化 那个语文 但是很多人被杀了 对不对 你们会知道 当一个君王他要统一的时候 他一定要杀掉不能遵从的百姓 或者承载 这是因为统一 罗马天主教也是一种统一 全部要顺服 教王 教权 然后圣经 圣徒不能读 这个红衣主教 他们读 他们解释 各位了解吗 这是一种统一性的力量来的 所谓带来的 一定要用权柄来压制 共产主义 我也不用讲 对不对 我们都会看见 这些统一性的理念带来的做法 都是上面有强加性下来的事情 他们的做法是 你的 拿来 然后我分 各位 这个叫统一性的做法 但是圣灵在人里头的合一的工作是 我的 我自愿拿出来 然后分 不一样就是在这个地方 什么不同 一个是 人做主的 人制造那个统一性的方法 大家都要服从 conformity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神做主的 神感动众人 神没有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这样 我感动了 被感动的人 他们就愿意这样做 对 有没有 所以这个都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人做主 一个是神做主 所以 真正的合一 真的是 众圣徒把主权降服给神的时候 才能做到 做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这不是我 乃是主的恩典 主的感动 来做的事情 对不对 合一跟同一的 不同 各位要分辨出来 但这个一个原则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 然后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怎么看待钱财 人最看重的钱财 但是他们对这个钱财物质的心态是怎样 圣经说 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 都是属于主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对 从这个理念都是属于主的 我们只是好管家 要做好管家 对 只是暂时帮神管理 这个 然后第三 很重要 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圣经 在中文圣经没有 如果你们去三十四节 你们有英文圣经的 你们打开 在那个地方 有讲到一个字叫 from time to time 我给你们看 there were no needy persons among them for from time to time those who own land or houses sold them 中文圣经没有这样讲 中文圣经就是 那种没有缺乏的人 因为人人将他 田产房屋都卖了 只有这样 他没有讲到有一个间断性 intermittently 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种运动 好像说 来我们今天 这个主日 我们要做一个奉献 全部的人 把屋子 房子 田产 全部卖 然后奉献 不是这样一次的 现在很多教会 每次这样做一次 这个使徒行传 你要细读 不是这样做的 它是间断性的 因为 总是有需要来的时候 圣灵就感动某一些人 拿出他所有的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定理解 不是说前面的人 好像一个motivational speaker 他很有口才 亲和力 影响力 然后影响众人 然后这时候 好像 头好像 浑浑沉沉的 好像 思想不清晰 然后就是 自己口袋有什么 全部拿出来 直到拿出来了 以后会得到更多 还是什么 然后奉献完之后 为什么我回家没有钱 然后后悔有点 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很多家搞奉献的人 其实是玩弄人的心 在当时候 其实 使徒行传很真实 信徒们很真实的做出来的 圣灵感动 然后 这个礼拜多了五百个人 下个礼拜多了一千个人 吃饭的事情怎么办 很多人 没有工作 还是什么 那时候 他们被赶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一个很实际的情况 为什么有这个需要 因为当时候 你们都知道五旬节 临到了三千个人信主 后来彼得又讲五千个人信主 也很多人是从外界来的 对不对 他们来的时候 就在五旬节蒙恩之后 他们就 圣灵的工作极大 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服侍 然后也没有回去他们的地方 他们的老家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这样的建立教会 继续随走随传 所以整个福音运动在耶路撒冷 这样的时候 没有工作 有些要住处也都有问题 吃喝也都有问题 这样的时候 所以教会忽然间人进来的时候 很多的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那么圣灵能够带来这样的福音 圣灵也一定有祂的方法 来供给教会一切的需要 所以现在就感动众人 也这样做 所以我也不是否定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对不对 我们今天活在新加坡第一世界 哪里有没得吃没得穿 我们都会知道 对不对 反而是太多吃的太多穿的 所以有富贵病 这是我们现代世界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做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否定有这样的情况 有很大的福音来 有很大的需求同时会出现 我们要向圣灵求恩 赐给我们那个很宽阔的心 慷慨的心来迎接那个福音 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要把金钱拿出来 有时候把你的时间拿出来 把你的恩赐拿出来 各方面的资源也拿出来 当然这个当中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也金钱要拿出来 这样做 所以这是圣灵带动的福音 那顺服的教会 顺服的圣民是有福的 那我们三十二节 我就把几个重要的原则这样讲出来 那第三十三节我们一起看 第三十三节又很重要的一句话出现 我们一起读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不得了的恩 蒙大恩 英文翻译成great grace 有些人翻译mega grac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圣灵把能力赐给使徒 我们知道能力是从神来的 这里说使徒大有能力 那么大家马上把眼目转向使徒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一不小心 我们就会崇高人 我们要看到 在一群人大有能力的时候 这是有整体圣灵在教会的工作 为什么使徒大有能力呢 这是整体圣徒们 他们的心 他们的所愿 他们的价值理念 全部都调整于上帝所说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最重要 神为首位 一切属于神 依靠神 归给神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的 圣徒的心是这样 然后第二他们怎样 他们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肢体之间的相爱 自己之间的关系 看重是这个 然后最后才五字的东西 这个东西他们非常清楚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 如果一间教会里面 圣徒之间 在这方面 有一致的价值理念 优先程序掌握得很好 牧师每次上台讲道的时候 圣灵 因你们的生命大大的感动牧师 给牧师言语 能够讲出神的话来 各位知道吗 我是看到有时候圣徒在一起的时候 有些不对劲 每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这个要权力 那个要钱财 另一个要顺顺利利 每一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圣灵不做工 你看每个人唱诗歌的时候 其实唱给空气听 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 各位 圣灵只是看不见 但是在人心里面做工 有显露出来 每一个人的心机是什么 虽然我们都不完全 但是一个愿要降服于上帝的群众 他们带来的祷告 敬拜 赞美 真是不一样的 我是常常去带领特会的人 所以很多的属灵的经历 属灵的看见 有时候真的看到人心的一些光景 有时候开始带领特会的时候 不同国家去 有时候一讲道的时候 我看每个人的表情反应 他们心里的感应给我的时候 他们要的是什么 我一直这样看到底大家要的东西是什么 有时候讲到有一些很属灵的道 叫我们很单纯的爱主的 有些人的眼睛是昏昏沉沉的 对这个没有兴趣 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物我们要怎么决定 我们要怎么做 有些人的眼睛亮起来 有时候讲到神要怎样祝福我们 他们要的都眼睛亮起来 有些人有孩子 只有跟孩子有关系的才听 跟爱主有关系的没有听 这个每一个人要的东西不一致 大家来到神面前不是降服于主 乃是要从主那个地方要得什么东西 当这样做的我就知道 其实大家没有同心 我走之后 同工之间一定是会有争议 不同心的事情就会出现 有些人就会感觉到 他很坚持己见 你自己的主意很强 这些其实都是阻挡圣灵的工作 因为教会一来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被举高的时候 其实圣灵马上会感动 大家应该放下的要放下 应该要坚持的坚持 应该要前面先靠着信心走的就走 不用再一直往后看 这很简单的 圣灵的工作一来 主的道背高举 圣灵的工作一来 降福的人 其实那时候都会顺服圣灵的感动 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相聚 就会带来恩上加恩 所以使徒大有能力 传讲什么 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 众人都蒙大恩 为什么呢 因为众人听到他们所要听到的 他们要听到什么 他们要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道理 他们不是要听什么 成功 新生 健康 青春美貌 不是要听这些 这些道呢 如果这样一讲的时候 每个人要的 给你 给你 这样的 其实你看 圣灵的工作是削弱 然后人是嗨起来 但是嗨的人都是财狼 我跟你们说 他们都是贪心要得这个地上的祝福 但是真的属主的人 要从主的道 主的同在来得安慰 从神的应许来得盼望的人 这样的人 听这些人不能 从这边我跟各位说 我们要问 为什么像这样的成功性的神学 或者我们讲就是需求性的讲道 就是圣徒要的 然后什么 你要成功 你要新生 你要青春 你要健康 这种讲道的教会 成千上万 为什么这样多人 为什么能够吸引这样多人 有他的理由的 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说 通常这样的教会 很多人有很多的奉献 那么人通常在这个教会 有两种 有两种 第一种人 他们听了这样的信息 他们真的按照那个信息所应许他们 不是神的道所应许 那个信息 你们信耶稣救你们 他们得到 换句话说 他们成功了 得偿所愿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们很被鼓舞起来 他们的那个鼓舞的力量 那个影响力 号召力是很大的 因为你得到 通常得到的人讲话是最大声的 对不对 一定的 这样的人 其实你好好看 这些人 就算他们没有听这种道理 他们去其他的地方 去听世界的道理 积极的心理学 有正面的思想 他们也是会成功的 但是重点是他们在教会听了这个奉耶稣的名 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这个这个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得到了 所以他们的声音很大 还有另外一种人 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他们没有得到 他们听了十年二十年 什么恩典 什么健康 什么财富 我都没有得到 我的家里一团糟 一大堆 我的婚姻一大堆问题 孩子都有问题 他们还是留下 因为得到的人 一直鼓舞他们 你们不要会信 你们要信 你们继续奉献 上帝会给你们 所以他们就一直被群众的力量 就是这样的影响 被鼓舞 然后留在这样的教会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是一种群众组织力量很大的 从一个人到一百个人到一千个人 然后用组织能力来影响有灰心的人 得不到什么自己所要的 叫他们不要讲话 叫他们要信 你们了解吗 所以 你会发现 就这样的 一千五千一万个人 每个人都很好奇 因为一直听到有一些见证 对不对 好像你减肥成功 一个礼拜减去十公斤 有没有人来 有的 很多要减肥的人都会来的 你们明白吗 你用人的需求来吸引人的 很容易的 你要改变人的心的 真的要人的心改变的东西是很难的 对不对 你的心你要改变 然后懂得吃的健康 生活健康什么 然后好不容易一年才减两公斤 那种东西是很难 但是真正减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种组织力量的东西是很快很爆炸性的 有这样做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清楚 因为很多人问牧师 为什么 你们讲这个什么纯正福音 很少人要听的 怎么讲这样的东西 我跟各位说 其实以前 在中国大陆90年代的时候 生活没有这样的 生活条件没有这样好 整个社会情况 物质条件没有这样兴盛的时候 整个国家在中国农村里面 我听我到中国去的时候 牧师每次说 每次他们在农村一开不到会 几百个人就是来相聚 一开不到会 每个人就是跪下来 信主流泪悔改 去到哪里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复兴运动 但是到中国教会 中国已经发展 社会已经水准提高 人有物质能力 各种的条件 然后享受很舒服的生活的时候 其实这种事情 每个人都听到的时候 只有我们怎样想办法 从农村跑到城市去打工 然后赚钱 大家的关注就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有世界的力量在的 所以我并不是说使徒行传这种 被真性 爆炸性的事情 不会发生 会发生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样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个我们现代是很兴盛的 very affluent country 像新加坡 像韩国 像好像台湾 香港 有一股世俗的力量很强的 在抓住人的心 一句话来讲是物质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话你们自己听 这是很真实的话一定要讲出来 也尽量结合主给我的经历 圣经的话 圣经的话为首 我的经历在后 但是神的话是每一个时代都是像一面镜子 不但是照耀人的心 也反照整个社会的情况 我们都会看得到这些东西 然后在《使徒行传》这里很清楚的讲到的时候 他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三十四节》我们看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找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各位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关键 各位 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注意听这句话 并不是说他们很富裕能够见大礼拜堂 没有讲 现在讲的是没有缺乏 因为要解决的是缺乏的问题 连吃喝穿都有缺乏的问题 没有缺乏 然后他们照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 换句话说 人需用的 教会绝不是浪费 绝不是随便分钱做周记 谁真的有需要弄清楚 他们有智慧 知道谁需要 对神家的钱有负责 今天也有一种不健康的情况 就是 因为教会太有钱 所以有很多人来到教会找救济 动不动向教会申请援助 这些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这样说 教会绝对有义务要帮助有需要的信徒 因为这个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我常常说 甚至在这个疫情 如果我们当中真的 很严重的失去工作 家庭没有 这个经济还是什么 有沦落到很狼狈的地步 还是什么 各位一定是跟教会说 这个是 教会对自己的会友 一定有这个义务要的 但是有几个原则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原则定出来 因为在这里说 他们按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 在牧养书信里面 他给出有些重要的原则 尤其是在教会生出援助的时候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 其实使徒的书信里面都有了 因为当时代的教会一直兴盛 很多人来一定有这些问题的 行政上 物质上 需求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会发现 使徒已经在那个时候有得到神的启示 只是有几个原则我们掌握 在教会生出援助的时候 很重要是什么 你们看保罗 提摩太前书五章三节 这里说什么 他说要敬重那真为寡妇的 英文圣经 honored widows who are truly in need 那个地方 英文圣经有一个 in need 那个地方 但是中文圣经没有写 所以保罗在给提摩太有一些指示的时候 你要知道教会有一些寡妇 或者寡妇那时候当时候是很明显的 就是无依无靠 对不对 或者今天来讲很老迈 不能工作 或者很贫苦 这样有生病的人 这样的人你要注意这样的人 所以保罗有给出这个东西 所以不是随便每一个人 有需要的人 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 四章二十八的时候 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乏的人 所以保罗是劝解圣徒们可以工作的要工作 对不对 要亲手做正经事 所以当我们在生出援助帮助人 有些人是可以工作的 但是他们没有自信或者已经被裁退还是什么 教会暂时帮助他们 但是一定要帮助他们站起来 振作起来 自己找工作做正经事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教会在帮助的时候 不是把钱这样随便分给人家 要帮助他 有一个方向 方向性 帮助那个人 要自力更生 第三 这里保罗又说到 把那个经文也放下来好吗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 保罗说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这里在保罗讲解的时候 他特别在提摩太前书很严厉的话 对不对 教会里面有很多需要的人 但是看到有一些人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亲友 兄弟有缺乏的时候都不管 所以保罗就讲出这句话来责备整体教会 为什么 其实在教会要帮助的人当中 一定要先看他周围有没有亲友 亲人 要借助他们的帮助 因为这个关系是上帝给的 如果自己的父母或者家人都不奉养 然后叫教会来帮助 这是不对的 不按着圣经所给的一个原则来做的 所以原则都在这个地方 五章十节 这里 第四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 这里讲到寡妇的时候 也有说到什么 又有行善的名声 就如养育儿女 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 救济遭难的人 竭力行各样的事 所以在教会帮助人的时候 人的品德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是活在罪中 还是什么 没有道德理念这样的 我们也要谨慎 帮助的人真的知道他是真信徒 不是乱来 也真的是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人很高尚的品德才帮助 不是 但有一些人真的很诚心爱主 然后他也有 人所认同有圣徒的体统 那个品德在 但是你看到他的生活的条件 很糟糕 圣徒也要看这样的人 能够有圣徒的体统 应该就帮助这样的人 然后也要有这样的条件 不能随意的把神家的钱随便这样用 然后第五 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 保罗说什么 只要有一有十就足够了 所以在帮助的时候不是多多欲善 帮到他 现在不但是基本的需要有什么都有 车子也有什么 不是这个东西 他基本的需要 Basic Necessity 当然教会不是吝啬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 在教会所做出的一切事的时候 我们懂人的属灵的问题 人有惰性 有懒性 所以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 一定要合一 要帮助人的心 帮助他站起来 能够致力 这是保罗给圣徒的很重要的一些 在援助方面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 在主里有需要的肢体 但是一定遵照圣经的原则 才能显出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教会也受保护 这些其实 以前改革家 他们都是 甚至这些原则定出来 带领教会 带领整个社会 都是这样做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宪法还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由圣经为中心的原则 所以我也很老实讲 我对新加坡的一些制度 我是很赞同的 就是说 帮助人能够继续就业 像这样 不是让人很舒舒服服 然后自己有钱 然后CPF全部拿出来 然后一下子两个月花到晚 几十万这样 然后这样 其实这样是 国家是有一些很通达 很精明的一些政府 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做 也知道人性的软弱 也知道社会的规律 也应该要这样做 当然有些人每次 就是骂政府 就是我的钱 然后他们把我们锁住 收住我的钱 然后天天就是抗议 这些其实我们懂圣经的人 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些批评这些东西的 我们应该要理解 因为里面一定有圣经的原则 如果一个不认识神的国家政府 他们所做的东西是很靠近圣经 比较靠近圣经的原则的 我们应该要接受也支持的 这个方面 在这个方面 我特别说到很重要的就是初代教会 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 真的有一幕 众圣徒很无私 很舍己的表现 能够到达这一步 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 我们问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精神 这个叫精神 有可能不是金钱 可能是时间 精力或者恩赐 我刚才说了 但是那个精神是很重要的 加尔文神学家他说这句话 他说 这个经文 他说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经文 也不被感动的话 那我们的心肠真是比铁还硬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当时候 信徒将自己所拥有的 慷慨的献出来 在我们的时代 我们不但只是很吝啬的守住自己拥有的 我们还一直关注的东西就是 还要更多 有的还要更多 那么 这个的结果就是你看 因为有人需求就有人供应 所以这个世界 Cryptocurrency 虚拟货币 这里很多人买 股票那边很多人买 然后 信徒做这些事情的 很多 买这些东西 主啊祝福我 我得到钱之后奉训给教会 各位记得 牧师讲这句话 记得 我们手中的钱 神能够一瞬间拿走的 当那个钱经过你的手 是给你机会 来得到永存的冠冕 当他一被拿走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钱因为曾经经过你的手 它算在你的帐上 因为它经过你的手是神托付你管你的 但是因为你不忠心 或者你愚昧 哪来不懂搞什么东西把它弄掉了 输掉了 还是什么 那个你要知道 就你的亏损 因为就好像你得了多少千银子 但是最后你发现你没有这样的为主 也按着主的意思 这样的来实用管理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老师跟各位说 我在自己的收入里面 我曾经算过 我三分之一 多过三分之一的收入是给出去的 我的十一奉献 我的感恩奉献 我有一些宣教的一些负担 所以有时候也奉献 不是在教会里内的 还有我奉养父母的 其实还没有我家里面用到的什么东西 我的三分之一的薪资已经是给出去 我在跟主说 我跟主 我跟我的家庭 跟主的关系 我从小 我们在钱财的事情上 不要亏欠主 然后 当那的 有十分之一的 一定是献给主的教会 不要用这笔钱来做 帮助周记 有些需求 需要 外面的一些慈善 那个是我们有感动的 我们自己在那个以外这样做的 所以我三分之一的 这样做的时候 我心里很平安 我跟主说 在这样我做的时候 我自己有无愧的良心 我跟钱财的关系 是很清楚 然后我对这个教会 我知道神为信徒定的 就是以教会为基业 来得取基业 就像犹太人 他们以支派来得取分地 所以我的亲族 我的家庭 我的朋友 我的宣教 这些我传福音工作 要把人领信 都是从这个祭坛为中心 然后在钱财上 就是跟神之间 没有有任何的 受到责备的那个事情上 所以我从小 有时候我孩子 从小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钱 现在慢慢长大 有时候 他们知道爸爸给他们的原则 我说从小 你们的十一奉献 什么这些东西 你们算好好给上帝 有时候他们不忠心 我也是这样 到最后他们慢慢懂这个 但是我也跟他们说 我们的家庭是这样做 所以你们不用想跟爸爸 有时候 我是没有什么财产给你们 你们以后 你们要买什么大样的东西 房子 车子 这个是你们自己来 我请你们吃一顿饭 是没有问题 你搬家的时候 我一个家具送给你 是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 但是剩的 你们就自己 要在神面前 对钱财的事情要忠心 然后 你们就有信心靠主 自己走过 自己赚取 也自己使用 然后我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你们赚了钱 你们以后毕业之后 你们赚了钱 你们找工作 按部就班赚钱 然后得到一个专门 千万千万不要动股票 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说 现在已经这么补片了 以后你们工作的时候 你们的朋友 周围可能十个里面 九个都是玩股票的 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动这个东西 我就跟他们讲好了 所以那个钱财的一个主要价值 应该是先得到钱 应该要怎么用 怎么分辨出来 然后 该怎么用 不该怎么 在哪里用 然后要谨慎的地方 这些东西 然后 你有对神 这个方面 你没有受到责备的时候 当你做工 你全心一意的 主给你什么样的工作 你把关注放在那个工作 把工作做好 也放在人的关系 把人际关系搞好 这个 如果你天天想 我的股票最近好像又下了 然后又要工作 很烦 然后人要跟你讲 没空 我要去看股票上还是下 这个绝对不可以 我跟他们讲这个 不要说什么 很多人家讲 这个不是赌博 这个是一种specialization 专门我们学怎样投资 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我跟他们讲很多次 今天我也跟各位讲 你们自己买股票的 你们自己向主交代 那OK 你们要怎样 怎样 我这样 钱经过你的时候 输掉了 你不要以为 上帝 对不起 输掉了不能奉献 上帝说我给你的那个 那没有用 所以 这个是 我们在主面前要清楚 最后我讲完它 然后这里有一个例子出现 各位 讲了这一幕之后 有两个 一个正面的例子 就是巴拿巴的例子 还有一个负面的例子 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讲 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例子 但是这个正面的例子 巴拿巴的例子出现 圣经特别提到 有一个立威人 所以我们都知道 很蒙恩的 立威主 他身在基比鲁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威子 encourager 他有田地也卖了 把银价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相信路加是先提到巴拿巴 然后之后四章结束了 然后下个礼拜才提到 那个负面的例子 亚拿尼亚撒菲拉 但是这里就强调 他是立威主 立威人 然后他在住基比鲁那个地方 一定是把那边的田产房屋卖了 然后把银价拿到耶路撒冷使徒脚前 他这样丰裕的心感动了许多人 所以圣经特别把它记载 后来这个巴拿巴我们也知道 也是跟保罗一起同工 对不对 开始宣教工作 那么他的丰裕的心 是圣经有讲 但是这里还有讲到另外一个东西 他在劝威人 安慰人方面也是很丰裕的 所以把他的名字 就是说这个人仁如其名 他是劝威者 真的是一个encourager 对不对 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个连接 我们会知道 当一个人在钱财的事上 他跟神的关系是对的 他没有受钱财残累 主啊 你给我的 我只是帮你管理 说主 几时你要我用我就用 他的心态 他的祷告是这样的时候 他的关注一定是在人的生命 天天劝解人 牧养人 对不对 你的关注是在钱财 这个股票上下多少 你怎么会做圈为子 不可能做圈为子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绝对的 我跟各位说 你爱这个 亲这个 亲这个 重那个 这个是绝对的 人不能侍奉两个神 你要么你爱钱 不然你爱神的子民 就这个两个东西 愿主帮助我们 所以下个礼拜 我们就看那个负面的例子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 祢给我们很重要 也很棘手的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 城市教会面对的一个难处 每当我们读到今天这处经文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反思 因为我们活在富裕当中 那么 主把钱财经过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 我们要怎么使用 主 这个事情 我们是向主要交账的 主勉励我们 当然每一个人的信心不一样 我们能够在金钱上 能够献给主的 用来捐助的 每个人有按着心里面 主给他的一个感动而做的 但是主 我们愿意祢让这处的经文激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主 祢为金钱定出的原则 也 主 祢不断的在这个地方 也要挑战我们 叫我们不要把依靠放在钱财方面 也 总是知道 主 我们 暂时成为一个管家 也 主 放在我们手中的 我们要用来得取永远的冠冕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 也这篇道 愿主自己使用 来感动多人 也叫主的教会 很多很多 也在钱财方面 有亏欠的弟兄姐妹 那个地方 能够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知道我们当怎么管理钱财 我们感谢主 主有这样的爱我们 所以用祢的道教训我们 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